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JPL官方放出了上周比赛的语音 E-Star和TTG交手时 不然的蓝在比赛中拿到了五杀 当时的语音也放了出来 前程认为五杀很帅 但花海觉得输了的话就没什么用了 虽然拿了五杀 但E-Star的选手没有被这波五杀影响 后面还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到了要推水晶的时候 花海指挥队友把对面的人都杀光 不想着推塔了 看来被对面拿了五杀 还是有点在意的 等到这局比赛赢下来之后 花海跟队友们说 竟然开赛第一场就被拿了五杀 不过对面输了就没什么用了 只有赢了的情况下才能掌势器 实际情况确实和花海说的差不多 TTG并没有因为这个五杀就撞牌爆棍 能在KPL赛场上拿五杀肯定很不容易 有时候一个赛季可能都碰不到几个 但是比赛的胜利应该才是最关键的 五杀只能是在胜利的基础上锦上添花而已 KPL历史上有30个五杀 可能很多五杀的选手 大家都记不住了 但每一届的冠军都不会被忘记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波五杀语音呢